少年民事多 这里是大型青少年国学意志节目 国学小民事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小龙 向经典致敬展少年风华 欢迎来自于现场 全国百余所中学的同学们 欢迎你们 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要介绍一下 来到现场的三位文化学者 他们是来自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李珊老师 欢迎 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老师 李珊老师欢迎 著名作家马博勇老师欢迎 让我们继续的欢迎七星团闪亮登场 欢迎来自德州舞中的看力言 来自杭州二中的郭墨军 来自太阳市英雄山中学的 贾文涵 来自北京八中的龚玉阳 来自辽内省实验中学 迎口分校的刘玉婷 来自滕州一中的高涵 还有三级明珠英才摇篮建校于1905年的陕西西安中学的张宇杰有请 来问宇杰跟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张宇杰来自四关居中巴水银回的古都西安 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同台竞技 谢谢 好的 那本周的七星团已经集结完毕 现在百人团当中也是暗流涌动 他们将会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 向最后一次挑战七星台的方向出发 那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最终的七星又将会是谁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一切已经准备完毕 让我们有请出题观 扣乃兴 古有汉宫飞燕的流仙群 今有庄重朴素的中山庄 古有鲜嫩味美的吴柳鱼 今有纯齿流香的妃子笑 国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庙堂君子的礼仪 或是江湖侠士的情意 更重要的是 也带给我们很多生活重要的点滴美好 今天就让我们来透过衣食住行 细品文化存香 首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就是我们 康美药业百里挑衣 百里挑衣 我们要请百人团的每一位同学 跟我们共同回答五道题 五道题全对 并且用识最短的选手 就可以脱颖而出 成为挑战七星团的那一位 谁是今天的第一位战将呢 一起来看看第一道题 请听题 太极拳讲究以柔克纲 以静制动 以弱胜强 这和下面哪位思想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A老子 B孔子 C墨子 请作答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是的 就是老子 这个太极拳我要说一下 这个太极拳我要说一下 现在流传非常之广 应该是明末清初的陈王廷 他最早创的太极拳的这些拳式 名称 长拳很多 都源起于七极光的三十二路长拳 而且实战中非常管用 你想当年他是和倭寇 薄沙在实战中创练出来的 所以这个太极拳的一个重要源流 其实是七家拳 学术界有这么一个说法 谢谢丽波老师 我们有97位选手都答对了 下一关请听题 古代陈江最基本的人轮关系 总结为五轮 其夫妇 父子 兄弟 朋友 君臣 下连哪个成语没有涉及五轮 请做答 正确的答案就是 夜宫耗龙 八十九位选手 答对了 请听题 星期级 破阵子词中游 马座迪卢飞快 后来常用的迪卢马 形容快马 请问三国演义中的迪卢马 是因为救了谁的性命 而留下一马救主的佳话 请做答 答案就是刘备 我们还有87位全队的选手 请听下一题 佛国古代的工业技术十分发达 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请问成语清出于蓝 来源于以下哪一个技术呢 请做答 这是在《循子劝学》里面说的 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颜料的提取 目前有77位选手答对 百里挑一 在这一回合会挑出谁呢 请听题 请问 宋朝人能够吃到下列哪一种蔬菜 A 菠菜 B 土豆 C 西红柿 请做答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解答 菠菜 老师们 为什么宋朝人可以吃得到菠菜 我们国家 比如说原产了很多东西 但是也从来不拒绝外来的好东西 像菠菜呢 据这个唐辉奥记载啊 就是初唐吧 唐太宗时期是从尼泊尔进贡的 这个就菜类啊 就是有三个字可以概括 叫胡 翻 羊 胡萝卜 胡瓜 胡瓜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黄瓜 还有就是什么 胡豆 胡豆就是蚕豆 番 番薯 就是白薯 番茄 番茄就是西红柿 羊 洋葱 土豆 土豆叫羊鱼 这都属于柏来一品 这些老师们的说明 舞题过后 还有53位选手是全对的 但是全对了 只能有一位 是最迅速 答题时间最短的 可以胜出来挑战我们的七星团 这一轮百里挑一的优胜者是 优胜的是 哈尔滨第163中学的贺丽然 欢迎丽然来再次登上我们的点架台 来抱一下 好可爱 超可爱的丽然 再次来到点架台感觉是什么 我还是感觉好激动啊 好惊讶啊 那来看看这一次你要对战谁好不好 好 来 转动思难选出你的对战选手 请按键 这个方向是谁啊 那是玉婷姐姐 嗯 看她这个人好可爱 好可亲哦 真的吗 嗯 所以等一下呢 在对战的时候 如果她按键按得比你快 还觉得她亲切吗 一样的亲切 那全力以赴好不好 好 请贺丽然 刘玉婷上我们的对战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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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婷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刘玉婷 我来自辽宁省实研中学 迎口分校 今年高三毕业 所以你也是来自东北 是的 我们的丽然也是 哈尔滨也是东北 对 所以两位东北姑娘 今天要来拼一下国学了 一起来为自己加油一下 我们先请贺丽然来好不好 姐 虽然在七星台上 在台下你都对我很好 但是毕竟现在 那咱俩站在这个对战台上 那个 那我还是就是照须宫师公吧 具体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虎马 渡阴山 所以你们这一轮的对战要开始了 我们要进行的是 久攻久距 九攻九聚 共九题 两位选手对每一格进行抢答 答对者占有此格 答错对方占有 最先赢得五格的选手 赢得本轮比赛 请 Pinky 诗巾正风中的 青青紫巾悠悠我心 被曹操切用到短歌行中 表达对闲材的私募之情 请问金指的是衣服的哪个部分 A衣袖 B10 C腰带 请作答 哇 郁婷很快哦 来 郁婷 我的答案是B16 看一下答案 没错 所以这一格呢 是我们的郁婷率先拿下 我们再来看看 下一格的表现如何 请听听 唐装是我国的传统服饰 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请问唐装是唐朝人设计的吗 A是 B不是 请作答 哇 我的答案是 不是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唐装既然能延续到我们现在这个 21世纪 我觉得它是经过很多朝的变革 好 看一下答案 不是 唐装的确不是唐朝人的装束 唐朝人的装束我们前面讲过 对 它实际上是唐朝人装束从北朝过来 所以唐朝的服装是从胡服变过来的 也有穿翻领的 也有穿圆领的 这个唐装呢 主要是海外的华人 就是唐人街 跟那个唐人有关 当然就说到服装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重要 其实服装在人类各个族群早期的时候 它有一个族群识别的一个功能在里头 服装这一点 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对民族的发展史也息息相关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所以这一题呢 恭喜玉婷 厉害呀 目前呢 玉婷已经得到了两格 我们来看下一题 请听题 以下三种鱼 哪一种会让人联想到 均看一夜粥出没风波里这句诗 A 鲁鱼 B 鲜鱼 C 桂鱼 请做答 玉婷 真的很快哦 我选的是A 鲁鱼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解答 恭喜就是鲁鱼 但鲁鱼在中国的这个诗人里头 有一个特别的记忆内涵在里头 叫纯鲁之丝 这个知道 就是我们也讲过书法那一家嘛 我个人特别喜欢欧阳寻 欧阳寻有个著名的帖叫 斯鲁铁 斯鲁铁 就是张汉张基因的斯鲁铁 就讲他 这个在洛阳做官 突然秋风起 想到江南 纯菜鲁鱼之美 放弃 气官不做 要回家了 就说美食这么吸引人 其实是故乡吸引人 美味到这个地步 来我们这一题呢要恭喜 刘怡婷你又再次得到一格了 目前我们的贺丽然 还没有任何一格对不对 所以是三比零 丽然加油 我们请拼题 成语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比喻事物须有华美的外表 实质却一团糟 请为这个成语的由来 与下恋哪种水果有关 A 干 B 柿子 C 李 请作答 请作答 这道题我选择A 好 来看一下答案吧 恭喜玉婷 她的出处是来自于 卖甘蔗盐 又何往而不经欲其外 败叙其中也在 所以恭喜你 现在拿到了第四格 丽然加油 因为目前玉婷已经得了四格 她如果率先拿下五格 她就赢得这场比赛了 所以你得挡挡她 请听题 杜牧在世中说 千里阴堤绿印红 水村山锅九旗风 请问东京梦华路中 若店家中午将九旗收起 传达的是什么信息 A 酒已受完 B 中午休息 C 客人闹事请求衙门解决 请作答 我选择 好 为什么啊 这个真的是推理 而且我知道这个九旗 它是一个古代的一种广告 作为一个店家 我应该是以盈利为目的吧 我不可能说中午休息 就把我广告收了 而且吸客人闹事 如果我碰到这客人闹事 就直接报警 所以我逻辑上认为是 好 我们看看这题答案 恭喜玉婷 这个推理能力非常强 能从蹄干的这些蛛丝马迹 能够推理出这个正确答案 《东京梦华路》里说 这个志武未奸 家家无酒 将旺子拽下 这个旺子其实就是 指的是九旺 也就是九旗 这个九旗 其实在韩非子里面 就曾经提到过有九旗 其实它不光是一个广告牌 它还是一个入店守则 像明代这个水浒传里面 大家都知道 写的喝酒的规则 三碗不过刚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九旗 摆在这儿 风一吹 所有人都看得到 所以《红楼梦》里 当时他们在提大观园的时候 就在这个道乡村里面 就写姓连在望 没错 这个其实指的就是九旗 所以这一题呢 玉婷答对了 你已经得到五格了 恭喜玉婷 来 我们请丽然发表一下 现在的感想 就是这一个是 一个是手慢的问题 一个就是 玉婷姐的推理能力好强啊 好可爱哦 玉婷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18岁 18那丽然呢 我12 所以她比你多了6年的生活经验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 岁月的积累 经验的积累都好重要的 所以呢 千万不要沮丧哦 玉婷 谢谢我们的可爱的玉婷 祝贺我们的玉婷 恭喜你 守住了七星团宝座 两位请回谢谢 有点小小的失落 我没有那个 站上最后的旗船的位置 但是我不确定 或者说不出什么 道理的那些题 都让老师们解答了 这也是我的一种收获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一回合的 康美药业白女挑衣 请听题 诗经中说 东方未明 颠倒衣裳 颠织导致 自攻赵指 请问诗中所说的衣裳 与下列哪幅图中的服饰 最相近呢 看图 A B C三图 请作答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解答 请看 B 这一题 删掉了不少灯 只有62位选手答对 这首诗啊 建于咱们的山东地区 齐峰 齐峰 这个泰山以北是齐 泰山以南是卤 那这个诗实际上东方天不亮 我们就穿衣服啊颠倒了 这真的是穿反了 为什么颠倒了呢 是因为君主在招我们 就是斥出仓促 所以狼狈不堪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的 谢谢李老师的说明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网络流行语中说 小杨 别以为你穿上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马甲是一种服装样式 它来自于哪个民族的服饰呢 请作答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请看 满足 目前我们凡人团还有剩下 41位 请看下一题 请听题 古人在登山时穿的木鸡 又被称为谢公鸡 请问发明这种鞋的是 哪位著名诗人 请作答 正确答案就是 谢凌韵 那目前呢 我们白人团还剩下 39位选手全队 百里挑一 在这一回合会挑出谁呢 请听题 在古代 有一个人因茶而闻名于世 享有一身为默克 几世做茶仙的美誉 那么请问 这位茶仙指的是 是谁 A 陆游 B 陆雨 C 苏 氏 请作答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答案就是 B 陆雨 这个茶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太重要 是的 其实你仔细研究世界文明史的话 16世纪以来 其实整个东西方交流 都和茶文化的这个交流息息相关 这句话 一生为默克 几世做茶仙 这是他的好朋友 耿尾送给他 但是一般我们后来都称陆雨叫茶圣 茶圣 也有称他说茶神 茶仙 但茶这个字 原来没有这个字 就是陆雨把那个荼毒的土 去掉一口 变成了茶字 包括产生了茶文化 陆雨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的人物 谢谢老师的讲解 目前还有26位同学全队 那26个人里面谁可以出现 来挑战我们的七星团呢 优胜的是 青岛市平度一中的余子轩 好开心啊 来 请上点降台 祝贺 祝贺 哎呀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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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登上点降台 我们的这个余子轩 来跟大家再介绍自己一下 好 山东余凡子交来小李白 在下是来自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的余子轩 再介绍一个这个情姿就是呢 我们的子轩 跟我们七星团的某一位 是有夙愿的嘛 对不对 不是夙愿 是挚友 哎呦 真会说话 那位挚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 有请龚玉杨同学 挚友是吗 对 没错 上一次你挑战这个 我们的七星团 就是对上了龚玉杨 有时候是合作伙伴 有时候是冤家路窄 大家看到的像是他来挑战我 但实际上今天是我的复仇之战 请听题 我答的是损卯结构 请作答 无为而至 我想避佛塔 三座陈山是蓬莱 方丈 营州 正确 海燕和亲 只差了一分 卓滩全而绝赏 楚河之影 又换白亥 所以说浮阳可见 东宇已是 桑于飞丸 恭喜龚玉杨胜出 你跟龚玉杨恩怨还不止上一次对吧 在2015年跨年的时候 我们合作推出了一个跨年夜的汉听界大赛 所以你们是两个人一起跟别人对战吗 还是 我们两个出题 哎呀 厉害了 这两位这个汉听界的小老师 那你们谁厉害 我觉得是他厉害 真的 我觉得是他厉害 不知道呢 你们在汉听界比赛对战的功力 能不能应用到七星团挑战礼艺 请转动思南来挑出你的对战选手 请按键 转到谁 高涵啊 有请我们的 子萱高涵上的对战 加油 欢迎高涵再次来登上我们对战台来接受挑战 跟大家再一次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省同中英众的高涵 希望我们在国学的世界里 先一怒马 仗剑天涯 不负我浊浊少华 好 先给自己信心喊话一下好不好 来 子萱先请 仰天大笑 出门去 我被启示 彭靠人 来 高涵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 气沧海 好 说得好 我为你们准备的对战 很适合你们的实力 叫做是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本轮一共有八道题 双方轮流各答四道题 挑战者先答答对的本人得分 答错对方不得分 八题过后的分数多者获胜 请听题 陈宇 依依带水 只虽有江河湖海相隔 但距离不远 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阻碍 请问依依带水中的水 原指哪条河流 A 黄河 B 长江 C 淮河 请作答 我答案是B 长江 这个来自隋文帝 当时陈朝统治南方 有人就考虑 劝隋文帝不要打沉潮了 但隋文帝说 我是天命之子 我有这种责任 不要因为衣带水而阻碍 解救对方的百姓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是不是长江 请看 恭喜 这有一个小细节说错了 这个隋文帝没说过 他是天命之子 他原话说的是 我为百姓父母 岂可献一衣带水 而不整之乎 所以说他是说 我是全国百姓的父母 他是这个意思 这里还有一个音韵的小细节 我读成语一定是这样读 一衣带水 但它其实是一一带水 一一带水 它真正的本意 你可以读一一带水 它只是说长江 像一条一带一样 一条一带一样宽的水 它其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读习惯了 可以读一一带水 谢谢 接下来要轮到高寒了 高寒请听题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人山中的 刃 其实是一种伎俩单位 请问你 一刃约相当于多长呢 A 成年人伸开两臂的长度 B 成年人一臂的长度 C 成年人一步的长度 请作答 关于古代的计量单位 是很有意思的 英文古代它是16进制 所以我们所以平常都说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 其实就是个同一复合 关于这个任 我选择B 成年人一臂的长度 这个是确定知道 还是说 确定知道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B 成年人一臂的长度 请看 是两臂的长度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任是古代这个长度的单位 一任大概是相当于七八尺 周尺是八尺 到汉制就是七尺 七尺之间 应该是伸开两臂的 那个一臂等于十尺 对吧 那么一任等于八尺 所以换一个地方 大家就理解了 看那个神雕侠旅里头 有球签任 球签尺 球签杖 对吧 这三个兄弟 带妹妹了 还有对吧 最小的是球签尺 然后球签任 球签杖 谢谢老师们的解题 这一题抱歉 刚还没大家得到这一分 所以目前我们是1比0 又到了挑战者子轩的机会 请听题 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合称为孔门四教 下列选项中 哪一个是孔门四教的主要内容 A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B 礼义廉耻 C 文行中信 请作答 我选C 文行中信孔门四教育 A的话应该是儒家的一种理想 而B的话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文行中信 恭喜 目前我们又轮到了高寒的题目 请听题 古代有许多的诗词名家 因为自己的一句景句 而被关于美号 宋琦被称为红杏尚书 就是其中之一 它是因为哪一名句 而得此雅号的呢 A 一只红杏出墙来 B 红杏枝头春意闹 C 红杏烧头挂酒旗 请作答 热刀题 我选择B B 红杏枝头春意闹 绿阳烟外小寒青 红杏枝头春意闹 这一句之所以出名 就是一个闹字用的好 你人画的手法 将红杏以及春天的升级 都写得活灵活险 我们来看看 正确答案是不是 红杏枝头春意闹呢 请看 恭喜高涵 这个宋琪其实很有意思 他和他哥哥一起去参加科举考试 他哥哥叫宋祥 他本来考了状元 太后说 这个弟弟把哥哥压过了 不好 结果状元让给了他哥哥 谢谢老师们的讲解 所以呢 轮到我们的挑战者子萱 轮到你的题 请听题 请将下列诗句 与对应的动物进行连线 到底谁对谁呢 我想的是 狂随柳絮有十件 五入梨花何处寻 这个是蝴蝶 昨夜寒穷不著名 惊回千里梦 以三更是蟋蟀 百花头上选群芳 收拾香鱼入洞房 有洞房哦 是蜜蜂 去射日已尽 贤泥亦如何是燕子 燕子要贤泥筑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正确解答有没有对手 恭喜 子萱完全正确 现在是 子萱是三分 高涵是一分 加油 高涵 这一题我们必须拿下 来 请听题 这是一道推理题 请根据已给的信息规律 按序号进行填控 来 高涵 黄道婆她生活在元代 她发明了九尤三定纺车 所以黄一应该是纺织业 好 毕生她是活字印刷数 二应该是印刷业 好 蔡伦是造纸数 三应该是造纸业 我们来看看 高涵的答案是否正确 黄道婆纺织业 毕生是印刷业 蔡伦是造纸业 完全正确 恭喜高涵 所以目前的比分高涵是两分了 而我们的子萱是三分 三比二 又轮到了子萱的答题机会 子萱请听题 在武则天的家乡 山西文水县 又做则天庙 庙连为六公粉袋无颜色 万国衣冠拜免留 上连出自白居艺长恨歌 下连是谁的作品 A 李白 B 杜甫 C 王伟 请做答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希望李白能够保佑我 我想李白 请看答案 前面的这个长恨歌大家很熟 王伟的这个是做那个大明宫 早朝大明宫制作的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一关拜免留 这个对联是我讲过的一种形式 叫做极聚联 就是拿古人的两个名句 放在一起做个对联 我记得哪一集的 我讲过一个极聚联 就是上联是毛主席的 下联周总理的 不到长城非好汉 南仇倒海一英雄 也是极聚的方式 是的 极聚可以做对联 也可以做诗 就是极聚诗 是 好 接下来呢 高涵请听题 请问你 习近平同志在反复强调 大国复兴当有利器时 引用了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这句话 请问此句出自哪一部经典 请作答 如果是说公的话 在诸子百家中应该是莫子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来自莫子 是吗 好 五秒钟给高涵 确定答案 请作答 改成荀子吧 好 荀子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在台下喝了很多 川美药业的菊黄茶 以肚子的轻生 所以今天艺能轻松打击 既然你来挑战我 那我只好说 你就有可能会有来有回 所以你看这叫 侠干一胆 又温柔多情 太棒 太棒 徐子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是出自论语 这个话的原文呢 它是子贡问如何去行人道 孔子说呀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要到一个邦国里边 要找到那些有人道的人 要有其就是要取一些好的朋友 这样的话做准备 谢谢李老师 这一题呢 高涵没为啥得分 所以呢 在四题呢 各自的答题之后 我们的比数是三比二 我要恭喜我们的子萱 挑战成功 赢得了这一战 其实我来这儿顺富无所谓 最好的事情就是结识了 你们一样这么优秀的朋友 对吧 高涵也很优秀 但是今天的一分之差了 对吧 其实在对战堂上打力挺好玩的 就是上来那么多期之后 渐渐地享受其中 虽然不算是渐入佳境 但是还是收获了很多 谢谢高涵 也恭喜我们的子萱进入七星团 各位亲爱的国学小明世 这是呢 我们这一季节目 压轴一次的百里挑一 大家要把握机会哦 很可能你就是压轴这一位 可以挑战我们七星团的选手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 康美药业百里挑一 请听题 随着互联网手机的普及 书信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在古代 书信是传递情感的重要媒介 请问一下哪句诗词没有提到书信 请作答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就是C 我记仇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熙 前面隐藏了半句 叫云中随即锦书来 燕自回时 月晚西楼 那是李清照的 一姐妹 是吧 古人啊 不像现在有微信 有这个电话 有网络 必须要靠书信 那时候一声很慢 只能等一封信 一声只够爱一个人 但是不觉得这也很浪漫吗 虽然我们现在呢 通讯软件太发达了 但是不能只会打字 我们得会写字 这才是真正的国学小民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百人团的答题状况 有95位神手答对 我们一起来看 下一题请听题 凉州词一诗礼 枪笛何须怨扬流 春风不渡玉门关中 提到的玉门关 在今天哪个地方 请做答 正确的答案是 请看 在甘肃 目前我们还剩88位选手 全队 来 请听题 学富武车 这个成语出自庄子 常常被用来形容 一个人学问渊博 读过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来拉 紧紧听上去就觉得 这个人好厉害的样子 那请问这个人是谁呢 请做答 答案正确的就是 A 会师 我们还剩下51位选手是全队的 百里挑一 在这一回合会挑出谁呢 准备了 请听题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古人交往中的座次是很讲究的 请问古人通常会将老师的座席如何安置 A 坐东向西 B 坐西向东 C 坐南向北 请做答 正确答案 请看 坐西向东 古代的家庭教师有个称呼叫西滨 对吧 对应东家 对吧 其实在中国古代 它的厅堂它是狭场型的 是 它是东西场 南北载 坐西向东是最尊贵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东边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 是 反过来坐东向西就是最卑的 那么中间的是排第二的是坐北向南 然后是坐南向北 它是按这个顺序 还有一个尊师重道 俗师嘛 包括家庭教师就是西滨 他非常尊重 把这个最终的位置给他 明白了 对这个中国传统里啊 这个把老师放的这个地位是非常尊崇的 后来在很多家里会供奉一个牌位 上面写的叫天地君亲师 天地君亲师 就把老师放的和天地和君主 和自己家的亲人 是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几位老师 各位 真的是陪我们走过这一季的国学小民事 给我们上了太多宝贵的课 对吗 把我们的掌声 送给我们三位呢 了不起的老师 百人团目前的成绩是 我们还有44位选手全队 各位亲爱的同学 这是我们最后一轮的百里挑一 所以我们即将要出现呢 最后一回合的这一位挑战七星团的优胜者 他是谁呢 优胜的是 昆明市第一中学 杨明洋 厉害 来请上点降台 奶昕姐 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恭喜 所以呢 你把握了压轴的机会 有可能可以踢进我们的七星团 对 备战荣幸啊 好 再说说之前呢 你是被谁打下来的 贾文涵啊 就是贾文涵啊 对 我跟贾文涵那次对战 被誉为史上最快乐的对战 来者是高人啊 我想说八个字 天欲亡我 何必欲知 不要呢 未战先响 我赌一下吧 我就摸咪首最有名的吧 我猜一下吧 如果只有一个线索就给你猜对了 你觉得会不会太过分 不知道 因为这这真的非常冒险 这这也非常冒险 你真敢猜啊 我就要不紧张 我就要不紧张 最后做一首打游试送给大家 天若有情 天易老 康美药业 药效好 国学小民事 收市高 今天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这么厉害的功力了 也不知道今天你会对上谁 你最怕对上谁啊 我最怕对上谁啊 我谁都怕呀 因为他们七个 因为贾文涵首先把我给换血了嘛 他们七个又经过层层选拔 实在难以琢磨 来 请杨明阳转动私难 来选择对战选手 请按键 谁 我们的章语杰 好的 一个呢 是我们曾经在七星团当中的杨明阳 一个是接替着哥哥 打入我们七星团的章语杰 两位请登上对战台 加油 张宇杰同学 给自己再介绍一下吧 我叫张宇杰 来自陕西省西安市 毕业于陕西省西安中学 今天是压轴这轮对战 所以呢 要嘛你就是守住七星的宝座 要不然就是在最后这个关头 被踢出了七星团 有决心守住他吗 有 好的 两位来信心喊话一下 请杨明阳先来吧 我在台下喝了很多川美药业的橘黄茶 以肚子的轻生 所以今天亦能轻松打踢 好啊 宇杰的 既然你来挑战我了 那我只好说 你就有可能会有来有回 哎呀 这个厉害 到底谁的实力 可以在这一轮发挥得淋漓尽致 准备好了吗 你们要进行的是 层楼摘星 层楼摘星共七层 选手抢答 答对本人上一层楼 答错则对方上一层楼 最先到达层顶的选手 可以摘取星星赢得本轮比赛 请问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题 天津自古 因曹运而兴起 天津这个名称的意思是 天子经过的渡口 而这里的天子指的是哪一位皇帝啊 A 宋太祖 B 元氏祖 C 明成祖 请讲答 两个人都安静了 好的 宇杰 既然没有人抢的话 那我就先抢吧 天津跟北京离得比较近嘛 然后他所以应该只能在 元氏祖和明成祖里面选 但是这个明成祖我个人感觉是一个比较好大气功的一个皇帝 所以他就扮曹运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选民成祖 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咯 请看解答 这个推理得很对啊 天津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片聚集区 到了天津之后 然后再到通县 然后再到京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资输送路线 在这个朱棣 燕王朱棣 后来开始发动静难之役的时候 他正好从天津的有一个三叉河口渡过去 然后后来就赢了这个战役 打败了建文帝 最后成了永乐 他迁都回北京 觉得这个三叉河口很有纪念意义 觉得是给我带来福气 所以决定说我要在这建一个城 后来呢 大家都大臣问他请示说叫什么城好 最后朱棣选了一个名字 叫天津就是天子渡河之处 所以叫天津 所以呢我们要来恭喜宇杰 首先登上了一层楼 下面这一题两位要抢着灯楼咯 请听题 请问三寸不烂之蛇 强于百万雄狮 这句评价语最早是用来形容谁的 A 苏晴 B 竹之舞 C 毛穗 请作答 我的答案是C 毛穗 这个典故你应该知道对吧 对 毛穗自荐不必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答案 恭喜 看看下一层楼谁先登上 请听题 工匠精神是中国人自古 及经滋滋以求的精神 诗经中就说 如切如搓 如拙如磨 请问这两句诗最初反映了 哪个行业对工匠精神的追求 A 宫殿建筑 B 器物加工 C 绑之 请抢答 这个如切如搓 如拙如磨 三字经里面有一个欲不拙不成器 所以我选择B 器物加工 好的 是不是器物加工 请看 恭喜 请听下一题 如果古今人物大聚会 组建了旅友协会 以下哪个人的入会发言是有问题的 A 李白说 我 吴越寻仙不辞远 一生号入名山游 B 徐霞克说 我写了一本以地理考察为目的的专注 C 张谦说 我有丰富的出国旅游经验 最远到过大秦 请抢答 当然是张谦的发言是有问题的 怎么说呢 你抓到了什么毛病 因为张谦是没有到过大秦的 大秦是罗马的古城 张谦怎么可能到过罗马了 我记得他应该是到了大肉资这个国家 然后跟西夏一起去攻打 匈奴吧 我记得 到底这一题的答案 出问题的是不是张谦的这个说话呢 来 请看 恭喜余杰 又上了一层楼 目前你在第三层 还有四层楼就能摘新 我们给姚明杨加油一下好不好 来 给姚明杨鼓气一下 咱们看下一题 请听题 俗话说 请问这句话最适合形容下恋人物中的哪一位呢 A 凡乌鸡 B 请舞阳 C 遇让 请做答 我的答案是A 凡乌鸡 你确定 等我再看一下 我改成 5秒钟 遇让 不能等 不能等了 因为5秒钟到了 你的答案是 凡乌鸡 我说一下为什么吧 弥补一下 当然啊 你说 因为我觉得这道题的话 凡乌鸡首先他投奔到燕国 然后荆轲要去刺琴的时候 然后凡乌鸡就自闻 把他的手机让荆轲去献给琴磨 所以我觉得他符合世卫知己者似 所以你觉得是他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正确答案是不是凡乌鸡 这个 一让我们知道是造箱子 对不对 而且这个史记 包括刺客列传 非常推崇他那种 是的国事精神 因为这句话就他说的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还有一个刺客说了一句话 这个我们都没想到是他说的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我们一般以为是说的 那个位高权重 对啊 其实是我们南京江北路河的 一个著名的刺客叫专祖 专祖刺王寥 对吧 那更是不得了 但是专祖说他谁都不怕 但他只怕一个人 他怕他老婆 他说他是在他老婆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无论他老婆谁都不怕 所以你看这叫 侠干一旦又温柔多情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这一题呢 杨明杨没有答对 所以又让我们的 雨洁上了一层楼 所以现在雨洁在第四层楼了 四比一 下一层楼看看谁能够抢着灯楼 请听题 药茶是我国传统医学保护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许多常见植物 都可以作为药茶的原材料 下面哪句诗中提到的植物 不适合用于制作 有清烟润猴功能的药茶 请抢答 我的答案是A 因为当归不太适合 当归怎么了 我不知道当归怎么了 但是橘皮和白橘 其实就像我们川美妖夜的 那橘黄茶一样是适合的 你怎么嘴巴这么甜呢 好 来 请看答案 保鲜离别字远寄当归草 确实啊 真的 如果呢 嗓子不舒服的话呢 应该常常喝这个 康美橘黄茶 对吧 喝一喝呢 神清气爽 而且对嗓子也好 那也恭喜你又上一层楼啦 哇 目前呢 两人差了两层楼 我们来问一下 雨洁目前对自己 登楼顶摘星的信心有多大 因为我应该就差三道题 就能登楼了 然后他还是差五道 五道题 所以觉得甚至还不错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姚明洋 咱也全力以赴好不好 好 请看下一题 清题 中国人对于不同的年龄 有着不同的称谓 请将下列年龄称谓 按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一 弱冠之年 二 姬姨之年 三 儿立之年 四 儿顺之年 请赏答 手好坏 首先大家一眼看出来 若冠之年是最小的 对不对 然后三十而立 六十而射 然后七之年是最末的 就是一 三 四 二 好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这样呢 请看正确解答 恭喜姚明洋 正确 我们是三比四了 哇 真的拉近距离了 那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继续趁胜追击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请听题 科举考试是很多古代才子 步入官场 实现人生理想的必游之路 新科极力也是无比光荣的事情 以下成语 哪一个不是指新科极力 A 禅功折柜 B 燕塔提名 C 一名惊人 请抢答 博大人C 一名惊人 这个成语跟储装网有关系 然后这个燕塔提名呢 就是唐代新科近视 他们发现自己被录取了以后 相约去到那个大燕塔底下 就去把自己的名字给提上去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 然后B 我讲了一下 所以我选C了 好 对不对呢 请看 恭喜 答对了 艺云惊人 下一题 看看谁能够登高 请听听 请根据下列图片 说出相应的成语 好 请看图片 来 请抢答 是四的都要说吗 都要说 是的 等我想一下 我第一个很确定是唇亡齿寒 第四的是事半功倍 好的 抢铃了之后 五秒钟中间要做打 请 第三的是 我梦咪着吧 第三的是七嘴八舌 第二的是斜风细雨 好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对不对 纯王齿寒 事半功倍 对了 这其实我太吵出来了 对 其实这个第二个我也猜不出来 第二个你也猜不出来 我猜出来那三个 但第二个我没猜出来 但是看到答案之后就觉得说 对 就完全明白了对不对 对 没事 没事的 所以刚刚这一题呢 抱歉 我们的杨明杨没有办法答对 所以你就把我们的雨洁 又送上去一层楼了 所以雨洁现在在第六层楼了 你还擦一层就可以摘新了 目前的比数是六比三 加油哦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题 雨洁能摘新吗 杨明杨你能挡住她吗 请听题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诚实守信的典故 一诺千金就是其中之一 请问这个典故与哪位历史人物相关呢 A 季布 B 吕布韦 C 杨冠礼 请抢答 我现在要做的是不问结果 把比分扳平一点就好 我的答案是A 季布 好 来看一下正确解答 恭喜杨明杨 都上一层楼了 所以目前两位的距离是 她在第六层楼 你在第四层楼 我来问一下 你的这个双胞胎兄弟吧 雨洁在哪儿啊 怎么样 你弟还剩一层楼就栽心了 你不替她加个油吗 其实那个她在4比1的时候 我就想给她说 借招借躁 好好答题 所以这个雨伯 你觉得你弟能不能够顺利地 这个守住她的七星团啊 我 我觉得不一定吧 凡事皆有可能吧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谨慎 比较保守 而且这个战局比较胶着 然后我也看不出来 那你不给你弟加油一下吗 我觉得就鼓励一下 还是你要替姚明杨加油一下 我谁都不加油 我不掺火 让他俩在上面好好答题好不好 你这个哥哥 你这个哥哥 那我们还是得来看看下一题 好 各位请听题 以下选项中 哪一项不是扇子的别称 A 不求人 B 良友 C 怀秀 雅雾 请做答 请做答 玉姐 你怎么了 那人年纪一大 那手不得劲啊 你就多这两分钟 你年纪就大了 你年纪就大了 以下选项中 哪一项不是扇子的别称 A 不求人 B 良友 C 怀秀 雅雾 请做答 请做答 哎呀 这题必须要赌一把吧 其实良友应该是对的 我觉得 我选C吧 怀秀 雅雾 因为扇子 我想一下 那到底哪一个 来 五 好 我决定了 选C 怀秀 雅雾 因为塞不进去 哎 非常有趣的一个逻辑推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答案好了 请看解答 哎呀 哎呀 余杰 你怎么了 真的是 我好替她可惜啊 杨雅雅 杨雅雅 我问你一下 你这个家里老人 家里老人没用过不求人这种东西吗 我自己最爱扇扇子 但是 不求人是怎么 仰仰爬吗 仰仰劳吗 对啊 欲如意 对啊 而仰仰爬以前就是如意 对啊 如意就是不求人嘛 对对对 她后来也做装饰 这个怀秀雅雾是有诗的 上次我们还说过啊 初入君怀秀 动摇微风发 所以就是指扇子啊 对 哎呀 差一点点 所以呢 雨洁被你送上第七层楼了 恭喜雨洁顺利摘星 这时候 雨伯觉得你弟弟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在这儿我想祝贺我弟弟进入了七星的总决赛 因为在手类这一方面我失败了 他成功了 所以拿李商隐的一句诗来说就是 童花万里单山路除凤青鱼老凤生 明显用词不大 高兴的 明显用词不到李商老师说 因为我那会儿一直没抢上题 然后他抢上了 人年纪一大 手不得劲 你就多剩两分钟 你年纪就大了 其实我感觉还是比较高兴 既然他刚刚一直没有给我加油 然后我心里面也是有点好爽 可惜啊 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在台上对了一次 不然的话曹植那个七步师就可以现场用出来 对 如果我真的跟他上以对决的话 我肯定是一提不打 为什么呀 就不管就有什么东西 如果对地理如果能好一点的话 我肯定不会去让我先去接受这个好处 就一种牵让吧相当于一种地情俩之间的本能 真的呀 真的真的 这时候才看得出来哥哥还是很暖心 谢谢 雨洁说一下感言吧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能进这个七星的位置 当然有三个题是杨明洋送我的 所以我想说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不足的地方 不要因为自己赢得一时的侥幸 就不下去再完善自己 人无完人 说得很好 杨明洋 来 还是给我三秒钟 我现场为大家最后奉上一首诗好不好 好啊 厉害 我就用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好吧 好 青瓦一成朝梦露 拂柳燕醉燕黄昏 燕自回时花有奚落 鸾凤轻音会有时 唯有知识真不改 与君共享国学乐 好 好 最后 最后我感谢国学小民事给我的这个舞台 感谢在场的所有人陪我度过十一期的国学之旅 谢谢 各位 我们要来恭喜我们的张宇杰 敬于我们的七星团 而杨明洋呢 要回到我们的百人团 来 谢谢两位 谢谢 不能说我不珍惜机会 只是时候未到才疏学浅 正需要这样的失败 才能激励我在国学之旅上越走越远 我的心情就跟过山车一样 我赢得比较侥幸 但我还是赢了 他谈上几张 我比他还几张 就几张了一句话都不想说那个 就只能起码是默默地气到 我想说的就是 能走多远走多远 默回头 然后你哥我 一直在背后默默鼓励你支持你 来 加油油吧 今天还是要感谢三位老师 感谢108位同学的精彩答题 当然我们今天最要恭喜的是 现在依然还坐在七星位置上的 他们七个 你们守住了七星的宝座 让我们再次来认识一下你们 首先来自于德州舞中的 凯莉燕 敬东逢子圣会 当斩雄才鱼珠宫 来自于杭州二中的郭默君 费网圣子 山西西安中学的张玉健 不管怎么样 登上这个舞台我很高兴 来自泰安市英雄山中学的贾文汉 文七九会韩啸玉仁归 来自北京八中的龚玉阳 真看落空破何以大兴吗 来自辽宁省实验中学银口分校的刘玉婷 要与西风战一场满城近代黄金架 还有山中省平度第一中学的余子炫 两天大校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韬人 我被启示彭韬人 一半 一半 二半 三百 五百